大家好,我是石老师,跟着石老师来学画,这是零基础编的第31集,照片写生啊,我这个地方是画的是绍兴水乡的苍桥之间,苍桥之间一个点,然后这个地方经常过来,离我住的地方也只有两里路,我们刚才看的照片,照片呢,主体是个小房子,房子里面在装修,但是房顶上有一个人物把它删掉了, 就不画它了,这个窗户里面有个人物把它画出来,那我们瓦片的画法以前也给大家示范过的,主要通过线条来表现,线条表现,你看到东西把它画出来,然后你自己主部的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处理它,处理它,底下的是石头作为基础的,这个瓦房子,小瓦房子呢,上面是瓦,然后它是冰水的,或者凝水件, 然后它这个瓦房突出来是直接面临水,从一个小门走出来,就到水边,然后我们看左边呢,建筑的左边呢,有一个块空地,空地有泥巴围了,还有这个上面有一点小木棍子,对着,然后上面有一些植物,我们画一点叶片,画一点叶片,还有一些株杆子,木杆子靠在墙上, 但是一定要注意树密关系,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一些泥巴,泥巴围成的里面像一个菜园子,有一些植物,同时这个菜围成的空间上面有两棵树,一个大一点的,一个小一点的树,长得比较高,树的后面又有一个房子,老房子,然后我们这里画一个围墙, 泥水的一个围墙,底下基础部分也是石块,石块的错缝,我们一定要错块,这个围墙上面是有一些,有一些木柴堆在上面,还有一些木棍,然后有一些砖块,然后有一些植物从墙,和砖,和石块之间呢,长出来了, 我们在这边多用点笔,这一块是密集的,然后我们把这个房子,窗户内部的有一点东西把它画出来,我今天用的是钢笔,钢笔,再补充一下这个树,然后这个主要的主体房子,我们后面有个两层的小楼,这个冰河的建筑啊,它都不大,体量都不是很大,这个比较高,两层的啊,两层的, 然后两层之间呢,它有个瓦,木楼,然后我们看,好,剩下的画好了,我们的木线图画好了,我们上的颜色,我用的是水彩,但水彩用上去之后嘛,就发现了,发现了什么呢,它这个,用上去它这个钢笔啊,它就,墨色就润开了,相互融合了,很有意思,你用墨多的地方,它立马就变暗了, 我发现,可能以后再要画的话,是要用美国的鲜鱼墨水,听说鲜鱼墨水,只有美国的鲜鱼墨水,不掩开的,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,用淡彩上去,淡淡的上去,淡彩上去, 我们这个颜色都是,调的不是纯色啊,就是颜色,在我那个颜色,很然调起来,然后看到的,这样的, 但你用笔多的地方,它自然就发开了,它就会形成自然的一个,一个深颜色,用笔少的地方,它自然发开了,它就少一点, 我们看,屋面的瓦也是这样的,你画的比较细一点,多的,当然,瓦的话,它这个水彩音量,在水彩之上,它自然的会渗开,会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, 然后我们上一点颜色,主要是通过线,来表现的,线条,就这一,这副我不上颜色的话, 那么它这个就完整的黑白的线,钢笔画,本身就一副,就是一副完整的黑白的钢笔画, 然后我们左边再配一点东西,配点植物,配点颜色,颜色,然后,等干了之后,我们可以用钢笔啊,再勾一勾, 这个中间人嘛,它可能是别的衣服,然后我们用它下身的衣服,画的蓝色, 其实我本来像红色,画上衣,但是红色一上去之后,就不行, 然后我们生涯的签下名,逐步拍一下效果,看看,看看, 那谢谢大家